印尼大师赛小黄人横扫进8强 前男双世界冠军出局 北京时间11月18日消息 2021年世界雨连巡回赛 印尼大师赛结束双打第二轮 吉迪恩苏卡目约横扫获胜 进入男双8强 前世界冠军阿山赛地亚万惨遭 逆转被淘汰 女双和混双赛场 大多数种子组合都拿到胜利晋级 男双有多对种子组合进入8强 头号种子吉迪恩苏卡目约以21比13 21比19直落两局 击败法国的克尔维拉巴尔 比杨王麒麟 谢定峰苏韦毅 阿斯特卢普拉斯姆森等 种子组合都拿到胜利进入8强 2号种子阿山赛地亚万无奈出局 他们在21比11先胜一局的情况下 没有守住领先 被日本组合保姆卓郎小林优武以21比15 21比12连班两局逆转淘汰 女双第二轮里 头号种子韩国的金昭印孔西 容易2比0倾取德国的埃夫勒洛豪 奥运冠军波利拉哈游以2比0 淘汰西班牙的阿祖门迪克拉莱斯 基蒂哈拉库尔普拉琼家 松山奈为志田千阳都拿到胜利晋级 7号种子日本的松本麻又英本炫子 以1比2败给泰国的苏帕吉拉库尔塔拉塔纳查 混双种子组合纷纷获胜晋级 头号种子泰国的普瓦拉努科罗塔拉塔纳查 经过一小时激战 以2比1险胜马来西亚的陈堂姐白燕威 渡边永大东野有沙 埃利斯史密斯 法扎尔维德加 邓俊文谢银学等种子组合 均拿到胜利进入8强